今夜,已婚男人爱上你的时候,别把那一份好感错当成了爱情。 很多人觉得感情这个东西是真实的,真诚的,但是有一种感情却特别虚伪,那就是已婚男人爱上你的那一份感情。 很多人特别单纯,就把那一份好感当成了爱情。 其实对于那些男人来说,那根本不是爱情,那只是一种占有,一种从来不会想着有结果,更不会想着负责的占有。 很多人都会上当,对于那些单纯的女人来说,自己的感情就是自己上当的一个根源。 从小就渴望一份长久的爱情,渴望一份负责任的婚姻,但是等来的却是一个已婚男人的爱意。 已婚的男人会对你好,会对你体贴入微,因为已婚男人是经历过岁月,经历过婚姻,他明白女人想要的是什么,他明白女人喜欢的是什么, 所以他在你的面前表现,让你足够给他打一个满分。 但是无论做得多么完美的男人,但凡是结过婚的,他在你身上的好感,就不可能称之为爱情,那只是一种企图占有肉体的一种欲望而已。 别傻了,别把已婚男人对你的好当作爱情,那样只会让自己受伤。 已婚男人从来不会把你带到公共场所,从来不会和你公开在朋友面前见面,更不会把你放在自己的朋友圈里。 如果不相信,你让那个已婚男人把你放在自己的朋友圈里,他敢吗? 因为他从来不想在真正意义上去承认你,哪怕他足够爱你,足够对你好,这样的一份爱是一种肉体上的满足,是一份虚伪的假情假意。 如果有一天突然出现一些变故的时候,两个人就大概属于大难当头各之非的两个组。 真正的爱情是名正言顺的一个角色之上,有对那个人最忠诚的一份责任,又有能够给他名正言顺的一种感情。 除了这些状态之外,所有的好感都不叫爱情。 很多姑娘总是洒乎乎的做了已婚男人的情人,总觉得她体贴入微,总觉得她是世界上最完美的人,那是因为她经历过一个女人。 就是这样,所有女人为了那个男人一时的好,糊里糊涂的坠入爱情的情望。 那一份爱情是转瞬即逝的,即便你苦苦纠缠,即便有一天你想和她的原配于是网破的时候,也于是无骨,她从来不会站在你这一边。 最后的结果也不过是远离你,取终人善之后,她或许会微笑的道别,或许连一句再见也不会再和你说。 在你最后还匆忙收拾自己破碎心的时候,她已经潇潇洒洒的和自己的原配出去旅游,享受着结婚纪念日去了。 所以姑娘们别傻了,别爱上已婚男人,那种伤已承担不起。 不知一切 blocks 感谢观看